大陸科技媒體Tech星球4月6號報導 化名陳國華的口罩出口代理商透露 中國大陸口罩業亂象丛生 目前市面上60%的口罩工廠 根本就沒有生產醫護用品所必需的無菌車間 大部分買個口罩生產機就開工了 他去過一次口罩生產車間 裡面全是灰塵不說 車間工人既不戴口罩 也不戴手套 直接用手整理口罩 他質疑 這樣生產出來的口罩誰敢用 誰敢戴在臉上 安徽口罩工廠員工強欣勝表示 很多小作坊生產的口罩是三無產品 低價搶生意 目前口罩原材料和口罩機價格大漲的情況下 一次性民用口罩出廠價一個低於一元 KN95低於10元的都很可能是劣質產品 根本沒有防護作用 用了還可能會對人造成傷害 強先生透露 C1標誌被視為進入歐洲市場的護照 但國內認證有的無效 口罩出口後被扣 符合中國生產標準的口罩 歐美國家現在都不接受了 口罩出口代理商陳國華還透露 現在工廠的資格證書都是花錢買來的 甚至沒有資格證的口罩廠會採取掛靠的方式 通過其他有相關許可證的廠家出貨 他說 國內很多小口罩廠都是服裝廠 機電廠臨時改裝的 相關設備技術也達不到標準 近日 大陸一名疑似口罩工廠的員工 用大把口罩擦自己鞋子的視頻封傳 引發眾怒 英國媒體BBC報導 現在歐洲有多個國家的政府 已拒絕進口中國生產的抗疫醫療設備 還有一些歐洲國家則聲明 所有中國製造的口罩 必須經檢驗符合歐洲FFP等級標準才可以進口 新唐人記者雄斌 中原採訪報導